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班好久不見啦各位 來吧我們今天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禮包合集 欸沒錯現在看我這個角色就知道我的本帳還在被鎖 不過其實我也是當天晚上在拍的啦 所以應該也沒那麼快 很像是要到隔天的...應該是這支影片上線的下午 欸晚上7點才會開 沒關係我們到時候再來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是會收完呢還是有漏網之餘呢 好啦一樣我們來看一下成長助力禮包 這個是咱們課金的部分 之前在直播的時候有稍微看一下 主要我覺得跟之前都差不多 一樣我們就來看銅捆購買的方式吧 他說啦這個是強化自選包 總共可以買三包 然後銅捆一起買下去的話 總共770塊可以買到15包 那770塊等一下再來看價格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水晶多少 三包的話算強化金屬5的話總共有三個 所以今天總共有15個強化金屬5 我們就用大家比較常用的強化飾品來去看吧 強化飾品一個是10700 我們算1萬塊就好 總共是給他來到了15萬 那今天15萬水晶770塊 有啦算是還有賺1萬塊 如果今天740塊買 我用670塊買1萬賺 然後1萬賺按照現在的遊戲 沒有人在賣鑽石 我賣150我等於是買到15萬 很像很像是不需要買對不對 很像是不需要買 對對對 好啦我們繼續算下去 好接下來是高級精煉自選包 那一樣一包裡面總共有一顆 然後我們可以一口氣買5個 總共是1590 159的話算半單就好了 那總共是25萬水晶 5個的話我總覺得比較難一點點 那假設今天我們沒有濃縮神經好了 因為大家都還5到8 欸我運氣好一點 我還已經在久了 有點感動終於脫離5到8的距離了 然後如果今天是5到8的話 一個是12個 那我們總共有幾包 總共有5包 所以總共的數量是來到60顆 60顆濃縮水晶的話是有多少呢 先算30就好沒有那麼多 30顆是15萬 所以60顆的話是來到30萬 30萬 完蛋我怎麼覺得有點尷尬 對嗎 才30萬水晶而已 不然我們算高農好了 高農4個 這樣好像更慘 4 一個12萬 我總共買5包總共20個 這樣才24萬 我1690 1590 本身就價值 1590 25萬 我多100塊26萬 然後如果賣150賺 等一下我覺得這個禮包 我覺得禮包這個東西齁 可能要去改版一下 對他現在這個價格有點像是之前的價格 然後經過上一波 上一波那個強化 挖礦的部分 挖礦的部分 然後有下降很多價格 然後導致所有的金屬都有下降 所以才會導致這一次很像很明顯的都不是那麼的划算 不管是濃縮或是一般的神之金高農都不是很划算 對都不是很划算 我不如用這個錢去課金然後直接賣成水晶 然後再來買我們要的東西可能還會比較多 對我覺得比較多 可能這一包我覺得應該是最後一包 下一包之後應該會價格再更划算一點點 不然的話我覺得光看後台應該也蠻明顯 可能買氣不佳 我們就是按照事實再去形容而已 因為畢竟光這樣子算一算 我光大概算都覺得很不划算了 對如果我真的要買的話 好那再來呢 那這應該就是看有沒有要賭人品的部分 我們先不要管說今天的那個BUG 昨天的那個BUG 那如果今天的話總共是3290這個就沒有通股過了 每天可以買一次 然後買完了有機會獲得珠諾卡片之選包1的一個 或是之諾卡片之選包2的一個 或是文巴拉1文巴拉2 然後等一下看什麼內容 然後大多數啦 我很想請你買過一次 然後我就再也不買 因為覺得太可怕了 3290買2000個貓幣 我們先看一下2000個貓幣這樣子虧多少 正常來講的話是50萬嘛 如果今天是2000個貓幣的話 總共是60幾萬 其實還算有賺啦 但是如果你是5萬賺的話 3290是可以賣到75萬賺的 所以說 欸你覺得呢 那如果你選到這些卡片的話 很像也還算虧 如果今天沒有抽到網卡的話 像假設 火焰頭顱好了 32萬 很像選到自選 很像有點更慘 那我不如直接 我這樣不如直接課金 直接拉就好 那我是48萬 然後 那個 4血 4血 32萬 完蛋了 我覺得狀況非常非常的不妙 32萬8 所以如果真的要好的話呢 應該就是要抽到上級的 上級的 朱諾 朱諾的部分 因為畢竟都還是剛開始嘛 卡片最強 而且你馬上就可以體驗 哇靠冰波的一張153萬 有這麼香喔 到時候再說 那 如果你今天抽到網卡 那就另外一回事 因為畢竟網卡嘛 網卡終究有網卡的價格 但是我覺得那個機率有一點可怕 我不知道官方有沒有公布 來我們去偷瞄一下官方 目前官方很像還沒有這個卡片的機率 那應該未來會新增 不過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那個機率應該都是非常非常的低 我自己買了一包後發現 真的不行 太貴了 太貴了 所以如果你有拼人品的話可以去拼一下 有拼到網卡都還算賺了 拼到後面這三包都算賺了 拼到這一包的話其實也沒有到很賺 或許用這個還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機會再網上拼一下 好啦 來最後一個 通常都是這次活動 應該最多人會買的玻璃心鑽 如果你有想要轉職的話 玻璃心鑽基本上是一定的 不管今天是有客無客 或是說老手新手 你只要武器有在認真培養是你的本帳的話 通常你要換職業都會是貴到一個爆炸 有這個東西 你只要-3290 你的鑽石就會打一折 而且現在很像 我們用上卡古拉應援團的話 很像有在給他更便宜一些些 不過他這邊很像沒有血 還是之後他會血 我記得他很像這邊又再更便宜了 又再更便宜了 就是你在轉職的時候 不過那個東西就看你的 武器到底怎麼樣 東西夠貴的話 這樣或許算下去 買個1790上去 還可以1320下去 還可以再更便宜一些鑽石 這樣也不錯 以上就是咱們的禮包 基本上就是看前面要拼人品 然後你要轉職的話 還是給他買 那前面兩包 我們先記得這個數量 我覺得未來這個數量 應該會再划算一點點 至少如果這個是來到兩個的話 這個就很划算了 這個的話全部都給他加倍的話 應該也就可以去買下去了 不然的話按照現在這個情況 應該是不會有人買這兩包啦 真的真的 除非是一個全新的伺服器 然後全新大區 不然的話我想不到買這兩包的理由 不然就是我們中央這個情況不能買 其他地方還可以買 也不是中央普隆德拉這個大區 好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啦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怎麼樣 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還可以的話 能不能給這支影片一個讚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3 2 1 拜拜 3 2 1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